而说到室内装潢 经常会透过隔间来打破既有的格局 创造新的空间 但是打造隔间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 到底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而有什么方式可以省到钱 又能够兼顾到CP值呢 也来听听看室内设计师怎么讲 我们隔间可以就是 把它大致分为虚隔间和虚隔间 虚隔间的话 大概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比较软性的 或是比较穿透性的方式的手法 来处理所谓的虚隔间 比如说我们用窗帘 或者是一些穿透性的材质 或者一些格柵 或者是空心砖之类的隔间 然后来去做所谓的虚隔间 实隔间的话当然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做空间的分配的区分 可能就是公共区域 房间 主卧室 像这样子的一个实隔间的一个做法 就是我们就会用比较刚性的材质 或比较硬的材质 来去做我们叫实隔间 重点放在譬如说它要第一隔音 第二的话它要能够稍微沉重耐重 假设我们要调花东西的话 会有这样的需求 再来的话它一定会需要防火 在安全性上一定要纳入考量的 所以就这三点的话 那我们就会把一些材质 我们做一些就是讨论 那我们常常会认为说 隔间我们就木板隔一隔 钉一钉就好了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木板可以做隔间没有错 但是它就在防火性 就会稍微弱一点点 那所以我们就刚刚提到的 我们可以把所谓的木板 把它换成细酸盖板 那就我们打到第一打到防火了 那第二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在上面吊挂东西的话 我们可能在里面做一些加强 这样让这个隔间可以做一些 我们可以做一些装饰啊 吊挂的一个功能 那再来第二我们再讨论就是 隔音的部分 那在木做隔间的话 我们就需要里面要秤隔音棉 对那才会有这样稍微有隔音吸引的效果 但是它相对来说它的隔音效果是 我之后提到这些其他隔间来说 它算是相对比较差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可能用好一点点 可能就是钻造隔间 它的隔音跟它的沉重性一定是相对会好很多 那再来它的防火性一定也是最好的 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防火隔间 但它稍有一个缺点就是 第一它在施工的时间会把它拉比较长 那第二话它会需要墙面上 会需要多做一些处理 因为它需要叠完砖之后 我们还要做粉刷粉空的处理 那在隔间上我们就可以再选择 譬如说我们在预注的方式 譬如说石膏砖或者是陶力板砖 那这些的话它就会在外面都先预注好 一块一块的 那在搬运上也比较方便 一块一块送到工地来做施工 那我们可以做拼接做堆叠 然后把隔间做起来 那它的隔音跟防火性也是很好的 它虽然说没有到红砖这么好 但是它其实已经跟红砖的隔音跟防火性 已经差不多了 那另外的话我也会推荐说 如果要做一些费用上的节省的话 我们也可以推荐 譬如说一些玻璃隔间 虽然说它不能做吊刮 但是它可以就是在隔音上有不错的效果 那它在造型上跟它在空间上的放大 或者是在空间上的一个变化 它可以有不错的一个视觉效果 正常我们在讲的话 我们都用尺数来算 但是我们把它在为做一个类比的话 它是可能在一瓶的话 会在大概五六千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还不要算油漆 但它已经算是可以使用的 就是可以使用的状态 红砖的隔间 加上我们叠完砖之后 两面的水泥粉刷 然后跟水泥粉光 然后到准备做油漆的状态之前 那它的一瓶的造价会大概在七八千块左右 对 那介于这两个之间 那我觉得就是刚刚讲的石膏砖 那它会稍微再比红砖 费用节省一些些 它在叠完石膏砖之后 它其实它在表面上处理已经可以到很少 几乎它只要做一点P2 然后就可以上油漆 但是我们现在就讲说 把它叠完砖之后 那它的造价会大概也是在六七千块左右 大概比红砖便宜一些些 对 那刚刚有另外讲到陶礫板砖的部分 它大概比红砖多一些些 对 那可能在八千块九千块左右 这样子一瓶的造价 对 但是这些东西的话 因为预柱的部分 它都有厚度的选择 依照我们选择的厚度 会有一些价差 我是有处理 那边看到了 我们下了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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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